提起印度 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穷 脏乱差 还是歌舞电影呢 但是你知道吗 印度还有一项最强的输出商品 那就是印度裔的CEO 微软的CEO纳德拉是印度裔 谷歌的新掌门人皮查伊是印度裔 就连科技巨头IBM的新任CEO克里希纳也是印度裔 这还不算啊 据统计 目前世界500强企业中 印度裔CEO占了三成江山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印度裔在这些企业中独领风骚呢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 这三位印度裔科技巨头CEO的经历 探讨一下印度裔成功的秘诀 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的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 今年47岁 印度理工学院本科毕业之后 拿到斯坦福的理科硕士学位 后来又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MBA 2004年加入谷歌之后 是屡立战功 先是击败IE浏览器 带领Chrome抢下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后又扶持了谷歌在安卓系统中独占凹头 14年PX1成为谷歌的二把手 开始接管研究 探索 地图 Google家 商务和广告产品 基础设施等业务 到2019年的12月 终于是修成正果成为了谷歌的掌门人 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 今年52岁 本科就读于印度理工科高校 是威斯康辛大学的计算机硕士 芝加哥大学的MBA 1992年入伙微软 在多个部门担任高管 参与开发微软多项重要技术 2014年 走马上任微软的CEO 上任之后 微软开始聚焦云计算 与企业级市场服务 逐渐打开新的格局 到了2019年的12月31日 微软市值已经标称至 纳德拉上任时的五倍之多 IBM新任CEO克里希娜和谷歌CEO 皮查一是本科校友 今年58岁 在美国留学 攻读电气工程博士 毕业之后 就直接进入了IBM工作 如今已经有30多年的功龄了 2015年升任高级副总裁 2018年促成了IBM完成迄今为止 最大规模的交易 收购RateHat 2020年的4月6日 正式接手了IBM 提出了云 人工智能 客户三个核心战略 尽管有疫情影响 外加IBM本身的问题摆在面前 大家仍对克里希娜的表现充满期待 以上三位印度裔CEO的共同点 还是不少的 首先都是其手理工科技术加持 其次 基本都对工商管理类的教育十分看重 此外 这三位的职场忠诚度都非常高 基本上都在一家公司奋斗了十几年 可以看出来 这些成功上位的印度裔高管 首先自身技术方面能力过硬 同时又精通工商管理 并且在能力出众的同时 又对公司忠心耿耿死心踏地 说句实在话 当一个人同时具备以上这些条件时 担任重要职位 基本上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很难说是跟种族或者人际关系等有关 再注意到印度裔CEO崛起的同时 很多人也曾为华裔高管的失事抱过不平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应该更客观的看待这件事 以谦逊的心态来学习印度裔成功背后的秘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